大风 寒潮 暴雪 道路结冰 北京11月6日迎来了今年冬天的第一场大雪 不仅比往年均值早了23天 而且7号晚间 气温出现了断崖式下降 跌破10年来的最低温 由于降雪 北京周边多条高速公路封闭 北京首都机场和大型机场近两天 有超过百架航班取消 当地时间7日 中共中央气象台发布了今年冬天首个暴雪橙色预警 北方地区有大道暴雪 东北三省和内蒙最严重 寒潮能使热地气温骤降10摄氏度以上 这一轮暴雪导致京 京济等9个省市 184个公路路段封闭 而在此之前 也就是中共六中全会召开前的几天 根据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通报 北京PM2.5污染严重 重度污染一度持续15个小时 张女士表示 北京把高污染企业都搬到河北去了 但这个办法只能制造出短暂的蓝天 解决不了真本问题 另外张女士特别展开资讯传播的力量 因为真实的信息能够让大陆老百姓做出及时的反应 极端天气和阴霾污染 还有中共当局为实现疫情清零而采取的严厉风控措施 百姓生活面临的种种艰难可想而知 新唐人记者李兰特约记者洛亚采访报道 花梁家 花梁家